浏览视频平台时不难发现 有些视频账号发布的内容剪辑粗糙并非原创 却依靠吸金的标题或者分面博取点击量获利 这类账号就是视频营销号 他们大量盗用原创素材 侵害原创内容生产者权益 日前一位短视频营销号运营者向记者透露了行业情况 营销号运营者说 视频营销号的主要盈利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靠视频带货 另一种则是赚取点击量从平台获得分成收益 由于营销号较少具有原创能力 绝大多数都靠盗用他人视频 二次加工后通过特殊软件批量分发 投地址各个平台 自媒体的话只需要靠这个点击量阅读量 就可以赚取广告收益分成的 我用自己拍啊 就是自媒体可以去搬运 去搬运别人的视频 然后去消虫 然后去问解 然后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调整 就可以直接发布 十分钟就可以超多一个 做一个视频了 两三个账号四五个账号 每个账号都要重新去做 不用的 我们有软件辅助去做的 大家的话呢 是批量运营操作账号的 运营者介绍 营销号的视频不走智 而是看量 为了能吸引更多人点击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 庸俗列奇类话题 其中不乏假新闻 有营销号会故意引入 有争议性的话题 如地狱黑 话题引发的争议越多 他们的流量越大 收益越高 记者调查发现 视频营销号已形成一条产业链 不仅有人售卖能批量下载网页视频 消除水印等视频加工软件 还有机构对零基础的从业者 进行系统培训 在某自称为自媒体培训机构的 网络课堂上 老师分享了搬运视频经验 介绍如何挑选出 有潜力的素材进行加工 我们就在这边选择一个阅读量 五万将左右的吗 选完了之后 再一次看到这个数据 才是我们去做这一种 二次创作的一个 类型的一个视频的首选 对吧 阅读量五六万七八万 十来万的 看的人不多 那么首先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点 有人看 说明他的内容质量没有问题 平台会给他推荐 那第三个看的人不多 说明这个内容 还值得我们去做 为了能让 为原创视频作品 通过平台的原创审核 营销号从业者也有一些技巧 删减素材水印 为其加上配乐 画面边框等干扰系统识别 同时在一个视频中 混减多段素材 来规避被追溯版权的风险 有另外的一个方法技巧 可以拿别人的原创作品 去做成自己的一个原创了 我们做这么多年的自媒体 就你说这么违规 或者侵权 我们公司肯定都有 会有遇到 我知道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你们超度的视频 跟人家的一个重合度太高了 别人才会投诉你 如果你超度的视频 跟它重合度不是达到30%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投诉你成功的 中国政法大学 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薇介绍 营销号一方面 会对原创内容生产者 造成不正当竞争 挤压优质信息的空间 另一方面散布布什信息 会扰乱社会秩序 损害网民利益 为什么他们反复还出现在互联网上 就是平台实际只能管线上 线上这些号给封掉了 但是他们现在很快换个公司 换一个面孔 注册一对号又在网上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治理的关键点 就是既对线上和对线下 另外一点一定要跨屏治理 在一个平台上出现问题 别的平台上应该处处受禁才行 这个市场的主体的入门门槛 一定要设立 不是说你有什么资质才能进 而是什么进来之后 你一旦违规了 你会发现你的信用 例如承担了 应该跨屏风尽 同时诸威也表示 治理营销号视频平台 也应当承担起责任 优化推荐算法 对于抄袭虚假的内容 从技术手段限制其流量 同时畅通举报渠道 让全社会共同参与到治理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